Hello 你好 我是阿貝 大家見到嗎? 我又身處於機場 很開心 今次我的目的地 就是從我三年前新認識的朋友 大家見到他嗎? 好 這麼快已經到了日本了 但現在還未到新識 大家記得上次我坐期間限定的直航機 直接到新識 今次我會由東京出發 搭上越新幹線 過去新識的月後湯澤站 車程只需要一個半小時便會到達 慎防大家沒有看過我三年前去新識的影片 現在就等我在正式出發前 再開一次地圖出來吧 新識縣屬於日本中部的北陸地方 是日本47個都道府縣之中第五大的 全個月可一世分為四個區域 分別是上月、中月、下月和座道地區 而這個旅程我會去很多上次我沒有去過的地方 包括一陣新幹線樂車的滑雪長盛地 湯澤町和津南町 還有就是我一直都很想去的座道島 好啊 終於到了新識了 身後面這個就是月後湯澤站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車站其實很大 有很多店舖 有很多賣東西吃的地方 賣手上的地方 但是眼看就不算很多人 但是告訴你 冬天的時候這裡就會繁榮熱鬧很多很多 因為月後湯澤站的周邊區域 是有超多滑雪場 所以這個站是前往滑雪區域的必經入口 是一條路來的 看不到 那我們現在下車了 第一站就是從遊舊地去上次我一個很喜歡的景點 就是青春峽 大家記得青春峽是一個隧道 進去才是重點 但是進去之前 大家看看 嘩 真是不得了 剛巧現在11月初 又是紅葉最盛開的時間 再加上天很漂亮 今天 南天白雲 紅葉襯托 嘩 太美好了 青春峽 青春峽位於新色縣的十日丁市 屬於日本三大峽谷之一 要形容青春峽很簡單 就是一個將大自然融入藝術的絕景 很快就會知道為什麼了 這一條全長大約750米的青春峽溪谷隧道 裡面總共有四個觀景台 跟上次一樣 我會直接衝去最尾的四號觀景台 現在我的心情是非常開心的 因為大家看到 今天其實也有很多人 但是剛才大家都很收秩序 逐個排隊過去拍照 所以剛剛我也得到了一個 跟青春峽那麼漂亮的位置 單獨的合照 由於幸福實在來得太突然了 所以我當時的路是空白了 但是不知道應該放些什麼姿勢好 到底我上一次是放了些什麼姿勢的呢 好 拍下來了 看鏡頭放姿勢 過一點點這邊 背部轉 背部轉 先轉個圈 OK 行 走 建議大家想定一些大動作的姿勢 最後拍出來的效果就會更好 但是大前排都要撞正 所有人都會好合作 不衝前的good timing 拍完絕景美照 當然要去其他觀景台 欣賞一下紅葉峽谷的美景 來到2號觀景台 我覺得它好像有點不同了 我知道了 就是它的黑白間條是伸游上去的 上次來是不好的 這樣做就立刻令這個觀景台 變得更加有藝術感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這個廁所呢 如果不記得的話就按右上角 看看我上次新式的影片 這個廁所非常特別的 這個廁所 現在就要繼續出發了 拜拜 好了 午餐時間 我們回來這個月後湯澤車站 在它的對面會有一間 有80年歷史江戶時代古樸建築的一間旅館 這間旅館的二樓就是一間餐廳 在午餐時間會開放給大家可以進來吃 它的午餐是非常划算的 只需要2750日圓左右 走齊前菜、湯品、煮菜和甜品 煮菜可以在魚和肉之中二選一 現在就有前菜上來了 就是一些香土料理 都是新式院的一些食材 我真的很喜歡吃日本的廁所 真的很甜、很好吃 這個綠色的湯是一個菠菜蓮藕的溫泉湯 即是用溫泉水來做的 很好喝 而且真的很順滑 入了喉嚨也很棒 煮菜有魚和肉二選一 我選了肉 今天的肉就是豬肉 再配蘑菇和cream sauce 感覺非常好吃 周圍有些時令的蔬菜 這個豬很厚 還有一些粉紅色 好軟軟軟 好好吃 大家看到吃起來很厚 吃起來很軟軟 一點都不會硬 很好吃 真的很喜歡這麼精緻的食物 很用心製作的食物 我難得的食飯庫 怎麼可以不留給日本的新式米 超美、超光澤 我已經吃了膽 很好吃 甚防大家不知道 新式院是日本最有名生產米的地方 而縣中的余紹地區 更是以頂級日本米賜名 我們現在吃的就是他們出產的月光米 大家想像到我不會吃一口美好嗎 新式院因為每逢冬天都降雪量大 會積起很厚的雪 所以是由雪國的稱號 一開始我講過在新式院的湯澤丁 和附近的津南丁區域都佈滿了很多滑雪場 我們今晚住的地方就是其中一間滑雪場度假村 由月後湯澤站出發 駕駛大約50分鐘就會到達 登登 這間就是New Green Pier 津南滑雪場度假旅館 好了 這麼快就已經在一間滑雪場度假旅館那裡住了一晚 大家看到這新裝扮嗎 就知道這裡是有溫泉浸的 而且還有露天溫泉 超棒超舒服 現在我就浸完溫泉了 做些什麼好呢 當然是帶大家參觀一下這間漂亮的房間 這裡就是一間溫泉浪館的格局 超級和風的設計 塌塌衣配上兩張單人床 帶大家看完圓關的位置 這裡就有個雪櫃 進入門口廁所就在這一邊 這樣 然後這個就是洗澡的地方 這個就是殺手盆的位置 Hello 但是這間房間最棒的是什麼 當然就是滑雪場的景色 看一下 多漂亮 大家都可以幻想一下 冬天的時候這裡就會白茫茫一片 然後就會有很多人滑雪 非常熱鬧 但我覺得這個滑雪場紅葉景色 真的沒得彈 好漂亮 好漂亮 是超有層次的秋天顏色 我真的很喜歡 好漂亮 很明顯這間滑雪場旅館最棒的地方 就是住宿環境和滑雪的地方非常接近 看一下我們只要在旅館一出去 就是滑雪場 就可以立刻滑雪了 當大家在冬天的時候 畫了一整天雪 畫得很滿足 就可以直接在這裡吃晚飯 浸溫泉 然後再回房休息 是否非常方便呢 而昨晚我們吃的自助晚餐都很棒 有蟹、蝦、魚生吃 這間酒店還有一個很厲害的設施 我是第一次在日本的旅館見到 竟然有一個保齡球場 所以這裡有很多東西給你玩 這裡附近還有一個展望台 也是很值得去的 昨天我們黃昏時分去 看出去的景色真的非常漂亮 我的天啊 好漂亮啊 旅館也有提供一天兩班左右的專車 可以接送大家上去的 離開旅館開始第二天的行程 但想不到竟然下大雨 幸好我們現在去的地方 是一個室內地方 就是一個在2020年9月新開幕的 長江花火博物館 它是位於長江市 喜多丁的一個導資站裏面 除了自駕之外 長江站也有巴士可以到達 我也挺期待這個景點 因為之前在東京短期留學的時候 我都看過幾個花火大會 全部都非常難忘非常好看 我知道長江市每年都會在8月2號3號 都會構成一個非常大規模 非常震撼的花火大會 在這個博物館可以了解更多 甚至可以一到這個 這麼大型的花火大會究竟是怎樣 因為這裡的二樓 還設有一個天幕影院 30分鐘的劇場 令大家可以親身感受到 長江大型花火盛況的震撼 現在看完劇場 我想說真的非常推介給大家 環境好像一個太空館一樣 可以躺在這裡 平躺地看著半圓球體的一個螢幕 而且椅子會震 一邊寫的煙花 椅子也會震 超級正 而且我終於見識到長江煙花 三尺玉的震撼 和大的威力 超級厲害 剛才也有些位置看到我感動 當然螢幕也不及親身去看 這麼震撼 所以我希望有機會 我都可以來到長江市 看一次八月二號八月三號 即是來一道的煙花 慢著 究竟三尺玉是怎樣的呢 很厲害很大 真的有多大有多厲害 我身後面這個 就是長江市 最引以為傲的三尺玉 有多厲害 大家可以看看 它的發射直徑達到650米 即是多高 是那個sky tree 超厲害超巨型 是用什麼發射呢 就是這個 大家看看 是用這個桶 超誇張 超誇張 有多少個我 有三個我 有四個嗎 不知道 真的很誇張 就是這樣 白色 有這麼漂亮的煙花 看到了 另外場館還設有互動遊戲區域 是非常好玩的 但可惜 但可惜 第尾 很差 第尾 很差 很差 三位 今天我們的午餐是吃一個新食名物 忘記了 什麼 HITESO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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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盒橋墨麥麵 就是木盒裝著的橋墨麥麵 這個四人份量 好像很好吃 每次拿一絕吃 天婦羅 來吧 我看看背景的表情 是好吃的 只是吃不到木盒味 但好吃 真的好吃 是彈牙的 橋墨麥麵 新式名物 HITESOBA 的特色除了用上片木盒用器裝外 在製作過程 還會添加名為布海苔的可造增加黏合效果 所以吃的時候會覺得面質非常滑陋 順口和彈牙 令我忍不住一絕又一絕不斷吃 日本新式院的燕市和三條市 俗稱為燕三條地區 是日本最大的金屬加工業集中地 現在我們來到燕市產業史料館 我們可以了解更多 金屬加工產業在這裏發展的歷史 而且還展示了很多現三條地區藝術家和職人的作品 全部都非常精緻 除此之外 最開心的是這裏還有製作金屬產品的體驗 非常精緻 現在就體驗了石製品的酒杯製作 首先開始是一塊石素材 最後製成一個質感的酒杯 超漂亮 最後製作金屬產品 最後製作金屬產品 最初製作金屬產品 最初製作金屬產品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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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首先就是跟著 它的圓圈圈圍著 這塊東西這樣打一圈 不斷打不斷打 就應該會成型 但我發現 不是容易打的 不知道要打多久才行 這件事不能溫柔的 是 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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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不能溫柔的 完成 握個成果 好 圓圈圈 我們現在就這樣 這個就是老師的作品 這個就是我的作品 一樣也是很漂亮 質感很好 很喜歡 用這些石製材質 喝sake是更好喝的 一定要買一瓶新式清酒 再配這個杯 給K先生先喝 我們開始來到尼宴神社 上次是早上來的 這次是接近和分的時間 剛剛停了雨的那天 很漂亮 尼宴神社是新式園最大的神社 創立超過2400年 報道兩旁一排高大的參樹 帶給我一種莊嚴和充滿靈氣的感覺 令我的心靈馬上變得平靜 離宴神社 離宴神社過後 我們就走過去旁邊的離宴公園 蛤?這麼晚還去公園? 沒錯 因為這個公園是新式園首選的上風勝地 每年的11月 這裡都會在晚上舉行期間限定的紅葉點燈活動 很漂亮 真的不誇張 一定要用癡線來形容 現在這一刻絕對是紅葉滿開的狀態 身處這裡實在有些超現實的感覺 覺得自己真的很幸福 看到這麼漂亮的畫面 公園裡面的紅葉谷 就是最受大家歡迎的觀賞地方 看看這個珠紅色的觀越橋 再配上充滿層次的紅葉景色 真是非常夢幻 不得了 嘩 我覺得這個離宴公園 真是很漂亮很漂亮 紅葉開到飄吸紅 我猜不到這次來比上次來更少人 上次來已經不多人了 正常一個這麼滿開的紅葉景點 一定會失門殺人 如果你是東京、京都那些地方 但這裡是非常舒服 完全不會有擠劫的感覺 而且很寧靜 所以真的很推介 很喜歡 很棒 而且這次很好 又令到Ben來拍美照 很開心 紅葉未見就不要讓他停了 立即和大家去另一個 新式上風好去處 這裡就位於新式市的北方文化博物館 博物館是江湖時期大地主伊藤文吉的府邸 於1946年開始作為博物館 保存並提供給市民參觀 整個博物館佔地18,000平方米 非常非常大 總共有65個房間 在這裡還可以鑑賞到歷代護主收藏的美術品 但秋天時份來到的我們 當然是被這裡的紅葉庭園吸引 看著 我要快點過去拍照 而我知道不同季節 這裡都有不同的四季風情 除了秋天同葉之外 春天會有櫻花 夏天會有樹齡150年的紫藤花開花 冬天也有夢幻的雪景看到 所以這裡是一年四季都很適合大家游覽 以及很適合想寧靜觀賞 但又不想跟人逼的你過來 我來 在這個最美景觀的位置 其實是設有三張椅子 但有時間的話 真的要坐一坐 因為看出去前面 超級美 很寧靜 很舒服 謝謝 下一站我們去摘水果 這裡位於新色市南區的白根果園 一進去就發覺頭頂全部都是葡萄 而且不是裝飾 是真葡萄 白根果園的面積非常之大 一年四季都有生產不同種類的水果 是一個規劃得很完整的觀光果園 現在就是11月份 當做的水果分別有葡萄、蘋果和梨 這裡的摘葡萄體驗 就是1200日圓任賊 當然可以到吃不可以拿走 之前我也試過這些體驗 但試過是酸的 所以有點擔心 但剛才試吃了一粒 不需要擔心 是非常甜的 而且這裡粒粒都很大 不知道怎麼選擇 超大粒的 你看看 好漂亮 好漂亮 最後我選了她做我的幸運兒 我現在就剪了 得到了 一秒完成 然後我發現了一個好消息 原來1200日圓 不是只有葡萄放體 是果物放體 即是其他當做的水果都可以摘來吃 我立刻再選一個蘋果 但注意果園的體驗內容和價格 都會按不同季節時段而改變 蘋果怎麼選好啊 蘋果難選過葡萄很多 剛才她說 其實它的大小沒所謂 最重要是看它的底部 夠不夠紅潤 現在就選一個比較小 和比較紅潤的蘋果 因為我知道我吃不完 因為這個一定要在這裡吃完才行 選不到 因為全部都很大 我一定吃不完 有沒有一些很小得來 又很完美的蘋果呢 究竟 我覺得這個好像不錯 對不對 但這個其實很大 好 我終於都找到它了 就是這裡了 我現在要炸一炸 我的完美蘋果 不是很大 但這裡又不會很綠 就是一個很適合我的蘋果 好吧 我們現在去吃吧 先試一試 真的選得好 好好味 好甜 好爽 我的葡萄 大家看到嗎 超大顆 你看看 超厲害 整顆荔枝 這個可以連皮吃的 這隻葡萄 很好吃 加些醬汁 超甜 這個真的很便宜 因為剛才看到 販賣場 一串都要賣1,800日圓 但剛才我們是1,200日圓 就可以 葡萄加蘋果任職了 這樣 大家會計算 很便宜 所以要在這裏吃完 可以的 最後給大家一個資訊 新色縣有一款甜度高 又多汁的頂級草莓品種 叫做月後肌 在每年2月至6月當做 如果你是這時候來新色的話 就記得不要錯過去果園吃到飽 好了 新色之類的第一集就到這裏為止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分享 下一集我們就會過去佐渡島 是一個我非常想去的地方 大家也期待一下 那裏真的非常漂亮 現在就繼續吃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